周深拔智齿 形象全无 周深曾经分享过自己拔智齿的经历 可谓让人哭笑不得 周深找自己在国外学医时 一个特别厉害的学长拔智齿 而且是一次拔掉四颗 拔完牙之后 学长对周深说 多吃冰淇淋会舒服一些 周深就去买了冰淇淋来吃 但因为拔牙的时候打了麻药 这个时候还没有多少知觉 所以周深一边吃着冰淇淋 冰淇淋一边留的满脖子满嘴巴都是 想想那画面 有点搞笑啊 这时旁边一位好心的人 就给周深递了几张纸巾 意思是让周深擦一下嘴巴和脖子 周深却特别纳闷 一副我不觉得我需要纸的样子 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形象管理perfect 但出于礼貌 还是说了谢谢 象征性的擦了一下嘴巴 然后才发现 纸上怎么那么多冰淇淋 用手机罩着一看 原来自己嘴上全是冰淇淋 我只想说 这很周深啊 话说 一次拔掉四颗智齿 也是很厉害的 突然想起来 周深录制令人心动的offer30 曾经说过 可能有个平行世界 那边有一个很厉害的牙科医生叫周深 小编想说 很荣幸 这个世界有个很厉害的歌手叫周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